來自六腳兄的消息 六腳兄 九十三歲老阿嬤和 有精神障礙的女婦孫來相依為民 但這次南台灣的好好 老阿嬤的房子也遭受淹水疾口 所有的家庫都泡水悠遊 老阿嬤是要靠沒面子 在福安公雅主社會放棄到阿嬤的消息 適合是經濟上來的麵配和電風頂家庭用品 民進黨各地關東部主委 王蕾真也準備五輪和大牛 要幫助阿嬤度過難關 已經九十三歲的男生老阿嬤 他的家就去在六腳兄 萬八川的鐵紅外圍 含著孫子住在早期地條旁邊的家庭 家庭的土地還會有上各地 做水災滿地的六腳妹 回上去當時水陰加行的情形 老阿嬤想到有關是真嚴重 難過 住住的難過 老人家好意叫我們去 我說給你聽 好意叫我們去 現在我們不會做的 也會慘 去人家館 當我們家住了 在往下 吃一口 住 住不住 我就一直說 緊繃緊繃緊繃 我死了 我住滿地 我就住住不住 先著想說 吳營軍合照愛心二天的協助之下 今晚我第一次錄影 結果發現裡面的家庫全部都已經開了 福岡在福安 王爺主席會在四河 緊急送來家庭浴片 希望可以跟阿嬤到三天 我這邊做風太沙水來喝 我們主席就快送一些物資來 譬如我們那個防疫情議員 來把阿嬤關心一下 想說送一些物資 包括這些麵皮 這些創造 這些吃的 用的東西 來今天關心阿嬤 北斗前來的民進黨 港議館黨部主委吳磊珍 也大心準備牛奶 控制水和大牛 竟向他三心人數 作回來巡出館酒 幫助阿嬤多過難關 我們也希望可以照顧到 這些老人和俱世 今天看到阿嬤的精神 他也很健康 未來我們還會持續來關心 幫助阿嬤 跟他配合這個家庭 往後沒有錢 讓九十萬歲的老阿嬤 面對失去家庭的痛苦 好處在五民間團體 和二天 作回來到三天 對請你出來 到送來民生秘書品 和家庭用品 大家連手有錢 吃錢有來吃爛 將會向老阿嬤 一個能夾風 退後的家庭 也讓人感受到 臺灣的夏威 處處有問題 最新新聞 聽說明王小三 六腳兄 蔡紅報道